都说中国代表团参加大赛总是包袱太重压力太大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说我们的网球队 就把松弛感发挥到了极致 我下午本来是在看机票差一点就定了 然后想说因为有一点贵 然后想说等一会儿再看一看 然后我是在五点的时候 我们教练打电话问我说 你人在哪你有拍子吗 然后他说可能要你打混双 然后我说那好那我刚好都有 然后我就对我们今天我觉得很好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 这一个小时之内忽然我经历了换队说 也经历了换队友 我以后我打不上了我要没了 对其实就五点吧 五点的时候然后他跟我打电话说你在哪 然后有没有拍子 然后我说好我有拍子 我刚准备其实刚准备治疗 我那个大摩液钢涂上 也没有鞋子 长了一双硬币就来了 虽然打得很接近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很开心的享受上 现在退出混双的郑清文 已经杀入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 创造新历史 剑指奥运冠军 而临时搭档混双赛场张之珍 王信瑜也带来了惊喜 晋级网球混双决赛 中国网球过年了 要充双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